展望港股後市來說,中國下調了LPR的利率,而且一月份新增貸款都是超出市場預期,反映中國的貨幣政策持續寬鬆。 不過投資者憂慮新型冠狀病毒對於亞洲國家的影響,人民幣、日元和其他亞洲貨幣匯率都是轉弱的。 短期內資金會不利港股,恆指很可能都會進一步有拋售的壓力。 恆指主要支持位會在100天線,大概在27195。 行業方面來說,中國的銀行股,星期四都有強勁的港股通資金證賣盤,但科技股是遭到拋售。 而另一方面,昨晚阿里巴巴在美國ADR市場都走低,但我們認為主要互聯網股,尤其是騰訊和阿里巴巴,前景都是維持樂觀,而騰訊短期內更可以在疫情受惠。 如果騰訊股價是回落到400元的關口左右,投資者是可以考慮賣入的。 而今天的個股推介會說回中信證券6030,A股市場是持續做好,利好投資的氣氛,相信都可以帶動券商的融資收入。 而公司一月份的淨利潤是達到8.6億元人民幣,增長是達到1.6元。 隨著中國加強市場流動性,加上融資需求上升。 券商未來的盈利都是有較大的增長潛力。 公司的預測是13.7倍,我們給的目標價是$20, 只市價是$17.2,謝謝。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牌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。 提出海基證券集團。 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。 https//www.ffc.hk//publiceregweb//indi//bnj943//details 其級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股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。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、子宮參考及內部使用。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,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,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要約或要約招來或懇求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,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, 該不負責。 我會先查查一下。 感谢观看